其实今年我们猪团也有很厉害的演出 非常感谢昆元老师今天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乐器 可不可以先请昆元老师帮我们示范一下 这是先帮我们介绍这是什么乐器 是这个乐器叫做木香鼓卡红 这个是西班牙的传统的乐器 那各位可能如果有旅游到西班牙看到佛兰明哥舞的时候 通常伴奏的就是用这个 那他是在旁边坐着打配合着舞者 那舞者手上通常会有响板 那跟这个木香鼓来做搭配 那这个木香鼓其实也算是 现在全世界打击乐团里面蛮常见的乐器 因为它很有民族的特色 而且它的声音也蛮特别的 那我们请昆元老师帮我们示范 我们刚刚其实看了很多国际上很厉害的打击乐团的演出 当然我们是主人 猪团今年会有什么精彩的作品 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很当然我们也一直在想什么是最代表我们乐团的作品 因为来自世界根本这么多个国家 这么多的团队都带来他们乐团特色的作品 那当然委托创作这个部分是乐团很重要的一个资产 那我们就在我们的委托创作里面思索 因为我们乐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 融会东方跟西方的打击乐器 然后所以我们这次就选了三首作品 第一首作品是钟耀光老师为主团所写的第五号古乐 它当中就是乐曲当中呢 用了非常多的中国的也有西方的打击乐器 就是比如说中国大鼓啊 排鼓啊 那西洋的大鼓或者是中鼓 对很多的鼓 然后结合东方西方各种不同民族的一些节奏形态在里面 是一首非常精彩的作品 然后第二首呢就是《魅影》 好 由刘玉云老师所创作的 那这首曲子很特别的就是它是打击乐团 跟琵琶来做一个结合的作品 而且它是它的取材是中国的民间故事 《钟馗嫁妹》的一个故事 所以它的旋律线条非常好听 而且很有故事性 大家都可以融入在里面 每一次我们不管是在台湾演奏 或者是出国演奏这首作品 都非常能够吸引大家的耳朵 因为很少很少 应该只有这首吧 就是打击乐组合跟琵琶 对 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我们刚刚其实在跟思珊老师 还有昆玉老师聊天的时候 我就问说 这首曲子就是 朱老师在从北义大校长退休的时候 那时候办了一个音乐会 整场音乐会我对这首曲子的印象 非常非常深刻 那全世界就是刚刚思珊老师说的 也只有珠团可以跟 对 有这样的曲子 然后跟琵琶一起合作 对 没错 其实今年我们刚刚讲到 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了 这么多届其实昆玉老师 思珊老师从第一届开始 跟这些国际级的音乐家一起交流 会不会跟我们谈一下 你们比较印象深刻 有没有什么感触 跟他们大联盟 这其实当然从第一届到现在的过程 转变非常清楚的 大概有几个阶段 从早期当然我刚刚说了 从台湾这个第一届的TIPC办的时候 国际上当然还没有这样子的知名度 跟人家还不认识 更何况国家上面来讲 你说亚洲可能对他们来讲 还是也许还是有一些陌生的 因为我们邀请的大部分都是欧美的团体 那他们来的时候开始 发现我们这边有这样子的活动之后 也看到了朱团的演出 也知道了我们这边打击乐的特色 那后来更重要的是 我们一开始前几届有一个很重要 朱老师的想法 就是要求每一个世界各国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团体来台湾 都要演一首台湾的作曲家的作品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端 就是朱老师希望把台湾的作品 盖到国际上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有得到了非常大的效果 那这些团体也因为接触了台湾的 作曲家的作品之后 譬如说他们也对我们的 中国的打击乐器很有兴趣 譬如说锣鼓 他们都会当时都还会托我们说 我们可不可以也买回去玩玩看 因为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讲 有一些人是还没有接触过的 对 所以从第一个阶段开始这样接触 然后认识 然后到了到2002年的第四届的时候 那一次是把所谓当时世界上公认的 四大打击乐团一次都请到 就是法国的斯大阿斯堡 匈牙利的阿玛丁达 还有瑞典的克罗马塔 跟加拿大Nexus 四个团同时在台北相聚 再加上台湾的租团 我觉得那一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好像是一个历史的高峰会一样 就是欧美还有亚洲的最好的打击乐团 通通在一起 那当然你说不免有较劲的意味也是 但是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交流跟切磋 也让这个TIPC变成是 已经变成是可以说 国际打击乐界公认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会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 有一些团体常常会寄一些资料来 希望毛岁之间 希望能够来参加打击乐节 因为他们也希望得到这样子的机会 所以他们也推荐自己 或者是透过其他人来推荐 那不过这么多届以来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打击乐现在变成全世界 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乐种 那我觉得这个刚好二十年来 可以说是打击乐发展最兴盛的 这个二十年 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国家的打击乐 已经变成是大家好像可以去看 跟其他任何乐种 一样这么普遍的一个音乐乐种 的一个盛会 那我觉得这个是 周老师在这个二十几年来 把打击乐节推向全世界 而且也让普及的一个 很大的很大的这个成就 好 所以就算再辛苦说 我们下次不要再拜了 我们还是会期待猪团 麻烦你们 还是要再继续拜下去 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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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